我們來看一下弓的現象 我們看到兩個在地上釘的釘子進去 然後釘釘子到地板去 我們如果把一個石頭跟一個放一個高度 我們釘的越深跟這個M跟H有什麼關係? 有 這什麼關係? 高度越高是不是越容易進去 位能越大 我們先不擠在菜講的位能 我們先講它做的工 它跟它的高度的成績比關係 把石頭放大一點是不是有影響? 有 所以我的工也會正比我的質量和高度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現象 我們做個定義 我們所做的工 實際上就是等於我們所施的力 因為實際上這邊的質量 實際上也是等同於它的地性力跟它所施的力 那質量等於地性力是什麼? 正比 正比於地性力所施的力 對不對? 你質量越大是地性力施的力越大 假設外來的工 這個石頭會不會掉下來 那太工不會 不會 所以實際上這個工不是正比於它的質量 而是正比於什麼? 重量度度 正比於地性力 正比它所施的力 實際上正比於mg 正比於mg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mg實際上就是個力 mg就是個力 所以假設我們要把mg換成一個鐵錘 我用力去敲它 輕輕敲它 用力敲它 是不是結果不一樣? 我用力敲得比較深 輕輕敲得比較淺 正比於這個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定義說 我們所做的工會 整個什麼? 力量乘上我們所移動的距離 或者是 s乘上d 回動的距離 d是距離 d是距離 h不是距離 對啦,我就過 把h換成d 基本上是寫d 我忘了 我沒有被 d乘上d 在這邊h是高度的意思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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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也是距離的意思 可是S是什麼的代號 所以不用管它啊 反正你知道是距離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距離是我力量 想說我撕給D是這個方向 可是剛好這個物體是往上移動的 所以D是往這邊移動 S 往這邊移動 請問我們這個力量有沒有做夠 這力量有沒有做夠 有啊 有力量做得夠嗎 沒有 這力量沒有在做夠 假設我現在這樣推 我這樣推在牆壁後 你這樣這個牆壁是不會移動的 我比我推的板差 是不會移動的 所以我推的力有沒有在做夠 沒有在做夠 我現在拿著板差 我如果這樣水瑜移動 我有沒有在做功 有 我在做功嗎 沒有 假設我是等速度移動 等速度移動 等速度移動 我一直移動 我設立是往哪邊 你設立往上 往上對不對 我設立是往上 而我是水瓶運動 請問我們在做功 這樣就有做功 因為我是給它提升上來 你想要看 我這樣子移動它 就是等速度移動的時候 學校這板差能量有增加 沒有 能量沒有增加 它能量沒有增加 因為它速度是固定的啊 它位置也有改變嘛 如果位置改變的話 就叫位能 對不對 我位置也沒有改變 我的速度也沒增加 所以位置也沒增加 動能也沒增加 我這時候所思的力 跟我做的功 我事實上沒在做功 因為我們講 做完了功 你有做功的話 對方就能量會增加 可是對方能量沒有改變 我有沒有做功 沒有 我就沒在做功 對 所以我假設提點桶水桶 我把水桶提到樓上去 我有沒有做功 你有 我有做功 可是我如果拿一個水桶再走 我有沒有做功 我這樣感覺就很奇怪 是嗎 因為感覺跟你還在私利 我在私利上來比上 我是在私利沒有做 我在私利 但是我對這個部分是沒有貢獻的 我所耗好的能量 實際上有部分是消耗在我對地板的方向 那你的意思是說 在討論功 就只是管槌子 不是槌子啊 就是你私利的方向 你私利方向的位移 你有位移 你有位移 他就有功 有位移 私利的方向 使我往上 如果沒有 沒有往上的距離 那代表沒有 就沒有做功 因為他本身的能量是固定的 他本身有具有的能量固定 他沒有增加能量 你沒有讓他增加能量 你看你做的工作在哪裡 地板 我偏要舉個例子 那你要想說 可是我提的 提的垂筒提久會累啊 是吧 那你現在坐在椅子上 你坐久屁股會不會痛 會啊 那你有沒有做功 有 坐在椅子上 有做功嗎 我站著 可是我就覺得這樣有算做功嗎 做功這樣 工作在哪裡 如果說有做功的話 椅子坐 我坐久也會壞掉 椅子坐久會壞掉 假設你拿一個看重的東西 發現椅子上來放久 那你就垮了 這我不能說完全不是這樣子 但是你這個前提已經假設到一個就是 但我們在做物理 在目前在教的部分 有點是 一個理想狀態 假設你現在譬如 我現在舉個例子 這個板子 這個黑板掛在這邊 掛也掛了十幾二十年了 後面有釘子釘的嗎 有 有沒有施力 有 釘子有沒有受力 有 有受力吧 這板 這個黑板掛在這邊掛了十幾二十年了 有沒有做功 我們有施力啊 有施力 有沒有做功 對誰做功 目前開設沒有做功 因為他們有移動 對不對 好 這間房子蓋在這邊 也蓋了一二十年 這個房子對地板有做功 沒有 沒有做功 有沒有對地板有施力 有 有施力嘛 因為房子很重 對不對 那我們再放一百年會不會壞掉 有可能壞掉 壞掉是因為它做功的關係嗎 因為它施力的關係嗎 喔 真的 它壞掉可能是因為它本身爛掉了 它本身被腐蝕 或本身的結構 因為什麼樣的關係 它壞掉 不見的是你做功的影響 那當有一天 它整個結構已經很脆弱了 你這是最後一傷 因為你的重量夠重 所以它把它壓碎了 壓碎你有變形 一定有位移 那是有做功沒有錯 因為功能有很多種 所以我們要觀察一個東西我們做功 我們去觀察它能量的增加 它這個東西能量增加了 一定有能量做功 它的能量沒有增加 就是沒有能量做功 就這麼簡單 那事實上 我們如果拿一個水桶前進的話 有沒有做功 這有爭議啦 你看喔 我從鏡子 我開始移動了 我拿的是一個水桶 喜歡我的水平有沒有做功 沒有 我從鏡子開始移動是有做功的 本來這水桶跟著我是鏡子的 我才開始移動了 喜歡這水桶有沒有增加動能 水桶有增加動能 有增加動能 所以是有做功的 然後我現在停下來 水桶的動能是不是從有變得沒有 有 有沒有做功 有 沒有 沒有 實際上也是有做功 只是反正 相反來講是 我們做了一個復功 我把它能量抵消掉 我把它原來能量消除掉 好 好 所以 這是 做功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如果說 好 假設這部體 從這個高度去掉下來 我們現在看一下 它在掉到快到地面上的那裡剎那的時候 它的速度會是多少 可不可以計算 你又快到地面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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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這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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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節怎麼算 怎麼算 MGH F等MGH 很換 不是 我們 我們撕給它一個能量 它掉下來 地性能力給它四個能量 而且做了一個功 H 你看 這個F有沒有改變 我都知道F有沒有改變 F沒有改變 我沒有F的力 移動了一個H距離 所以我得到的功 是不是等於F乘上H 是不是 F是重力 所以F是什麼 是不是等於MGH H 所以我所得到的功 我所得 我地性能力做的功 就是MGH 所以也就是相對 我在這邊得到的 我這邊原有的能量 我釋放出來的 我這邊能量釋放出來的 那釋放出來的能量 是來自於地性能力所做的功 地性能力做的功 就是MGH 這沒問題 怎麼呢 我這個石頭 從空中掉到地面 快到地面來殺那 那請問我這邊的胃能 轉換到哪裏 我這邊的胃能去哪裡 掉下去 掉下去 掉去哪裡 地板 在掉到地板之前 中間的加速度 加速度 變成它的什麼 變成它的 它的什麼 讓它變得有速度 是不是這個胃能 讓它變得有速度 對 這邊的胃能 讓它變得有速度 可是我這邊的胃能 跟這邊的胃能比起來 誰比較大 一樣 上面的胃能比較大 上面的胃能比較大 這邊的胃能比較小 對 所以我的胃能跑去哪裡 跑去讓它掉下來 跑去讓它掉下來 不是它已經掉下來 它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它已經掉下來 它的能量轉換成什麼形式 它本來是胃能 它把胃能轉成動能 轉成動能 動能就是這種運動的模式 只要一個物體有運動 它就有動能 一個物體要運動就有動能 結果就轉到這邊 我摸下來 到快碰到地面之前 那裡剎 它是速度變得很大 速度變得很大 是有動能的 是有速度的 是有動能的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速度跟動能的關係 衛能跟動能 動能怎麼做交換 衛能轉成動能就交換 在這邊 我們看到這個功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衛能 那這個衛能怎麼轉換成 動能一 那我們先思考一下 我們先思考一下 MGH 好了 在H我們可以用速度的調式 我們摸到這邊的速度是多少 MGH 我們摸到這邊的速度是多少 一個物體摸到H的高度 它的速度會變成多少 它是加速度 當然是加速度 加速度是多少 它的加速度是多少 加速度是多少 M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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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加速度 就是我們的G 對啊 所以我剛才講G 你剛才講MGH 你剛才講MGH 可是我有一次講G OK 這個 它的加速是G 它利用G的速度 對不起 G的加速度 移動了H的高度 請問一下 在這邊的速度是多少 我們怎麼去換算 用VD組 用VD組 VD組 VD組 我們有一個加速度是G 我們有一個加速度是G 然後呢 它移動的一個距離 這距離是多少 H H 是不是這個面積是H 對 這面積等於多少 面積等於2分之1 2分之1 2H 2分之1 2H 當然是H 這面積是H H H等於2分之1 2H H等於什麼 H是這個面積 T 那你想想看 這邊是T 這高度是多少 V 高度是V 在這邊的V會等於什麼 V的最後是速度 速度 這邊的速度會等於什麼 速度會是 當我知道 我的加速度是G的時候 我經過個T時間 我的速度是多少 V啊 V 我知道是V啊 V等於什麼 908 V不是908 你看 我們再來 加速等於什麼 加速等於另一個 等於數 每時間的數就變化了 對不對 那我們都是以0來說T組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可以寫成 T-0 V-0 是不是 不知道這邊有問題 因為這個變化 T-0 V-0 有問題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是不是等於T分之V 有啊 我現在知道V是等於多少 對不對 V等於多少 V是等於什麼 A乘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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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乘D 時間 對啊 是不是 在這一集 我不知道時間 等一下 我現在在算速度 這個沒有問題吧 所以這等於什麼 我們現在的加速度多少 這地方 沒有沒有這地方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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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不要一直習慣講數字 我們開始要慢慢用代號來處理問題 好 OK 速度等於G 我們再進來這邊 我們H等於什麼 2分之1 G T平方 記得嗎 記得 所以我們在這學期的第一堂就講 2分之1 G T平方 我們思考一下 這一點的速度是 G T嘛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可以把它換成速度來表示 我們最後的速度會是多少 所以會是 我們可以把這東西 把這東西帶進來 帶進來這裡 我們的功 是等於MGH 我們H 我們H直接算去哪 H等於那個東西 H等於那個東西 這會等於什麼 2分之1 對不起 等於M G 乘上什麼 2分之1 Q 1平方 等於什麼 2分之1 M 然後咧 G 平方 P平方 為什麼不對 2分之1 2分之1 M 你把它帶出來 G G G平方 T平方 有問題 可以 那應該是2分之1 還是要刮補吧 GT是什麼 2分之1 帶出來要刮補M 這都成了 需要用刮補 對吧 會等於什麼 2分之1M 考慮 GT是什麼 回來這邊 GT是什麼 GT就是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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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它是 當我有一個 物體 放在一個高度的時候 我也不可以 我把這個背盒 轉換成動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落到地板前 我可以得到一個速度 我這邊跟時間有關係 但是 時間已經被我 消除掉了 因為時間就在 包含在這裡面 我終於要注意 我就不太懂 我都從頭到尾 我有點 自己無法釐清 整個過程 好 那就是 只是一個 組合啊 我們這是一個 數學的代號而已 我們在這個點的 速度是不是 GT 在這之前 什麼在這之前 什麼在這之前 我好像就一開始亂掉了 還是 在這之前 在這之前 在GT之前 嗯 我知道 A等於7分之7 你們要不要 花點時間去 思考一下 哪個點上有問題 一步一步一步再想一下 好 再一步一步想一下 哪邊有問題 時間變化量分之 速度變化量 那邊我都知道 OK 然後 誰有問題 然後 B等於 A T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把 第一放到 等候另外一邊 然後把 A放到另外一邊 就這樣 然後 不對 應該是把 T放進去 對 然後 等於 GT 然後 A用G來帶 這會有GT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 這又是功率 功 這是功嗎 功 功只是很多種表情嗎 功你從定義上來 一開始講的定義是特0 對不對 一個力量 作用的一個距離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的功是多少 做了多少功 我不用 推個椅子 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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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一個力量推它 F的力量推它 我推的那距離 是L的距離 那我 請問我做的功是多少 L除以 T L除以T T 我剛才用T的時間嗎 對 反正在展示 你剛才推 我現在推個椅子 我用力量是F的力量去推它 F 我推了一個L 距離 我做了多少功 FL FL 是不是 這是一開始的定義 我剛才講說 如果你忘記了 你就去思考 一個石頭 掉下去 我在這邊所受到的重力是MG 我的高度是H 我的 這邊所得到 這邊這個釘子所得到的能量 就是MG 等上H 這個MG是一個力 所以力量在這個同樣方向的運動距離 就是 這就是一個功 我得到的功就這麼大 這是定義 這邊有沒有比 我們的定義功那麼大 因為 功我們發現 跟他的力量的大小有關 跟他運動的距離有關 是不是這樣子 是吧 所以我們定義 這個功的定義就是 力量 沈上 距離 那 我們 也就知道說 假設這個石頭 在這個高度上 因為他可以做功嘛 表示他是有能量的 他是有能量的 那他能量也比這邊大 所以這邊的位能比較大 所以他能夠把功釋放出來 對不對 可是從這邊落下來 到要碰到地板之前 他把所有的位能轉換成動了 動了什麼 有速度就有動了嗎 所以我們想知道這個位能 跟動能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我們去 理解一下 好 我們可以理解的是 當他這個 能量 作用在他身上 作用一個H距離 這個H距離 可以轉換成 什麼 可以轉換成加速度跟時間的關係 Gt 是不是 那Gt剛好也 就等於他 落地前耐上浪的速度 好 所以我們從MGH 去轉換成 2分之 MG 停放 去停放 那Gt 有沒有知道是等於速度 就落地前耐上浪的速度 所以就變成速度 所以等於2分之MV停放 所以有什麼 我們的 MGH 2分之MV停放 這個簡單來講 就是說 我的位呢 充分轉換成速度 動了 我這個摸下來 再落到我手上耐上的速度 就可以直接從這個H來算 這沒問題 這沒問題 MV 那我原本算是 哪裡 那我二分之一 原本不是 花花二分之一 Gt 對 那我之後 那個拆掉的時候 會變成 二分之一 變成所有的東西 原本只有 Gt平放樣 所以二分之一 那我後來變成 整個算是 都有二分之一的 你不是G重複了 你不是G重複了 不是啊 這是乘 這是一個 你這時候可以先跳過物理 你先想一下 這是個數學 我MG乘上二分之一 我可不可以寫的二分之一MG 可是我就說 要有一個光號嗎 光號也是沒有問題啊 光號可以拿掉 我這邊寫光號 我這邊寫光號 只要因為 他是H轉換來的 他是從H轉換來的 他是從H轉換來的 我私上給朋友光號 這光號沒有重要 就是MG H 就乘在一起而已 那為什麼呢 應該是光號 因為 假設你在數學裡面 譬如說 3乘以2加1 你要變成3乘以2加3乘以1嗎 對不對 沒事我知道 可是我如果是3乘以 光號2的話 這光號2可以直接去掉 這光號沒有1啊 是不是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光號5值 剛剛我用來表示說 他是H的關係 所以我特別把它刮圍起來 因為他是等於H 所以因為他裡面 只有一個項 只有1項 所以我自己可以去刮號 那不是 只有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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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T平方是只有1項 我們剛好說 1項2項3項 是因為有加減 有加減才會分很多項 如果是都乘在一起 是只有1項 對不對 所以只有1項 我們就可以直接乘來就好 有時候我們的胃能跟動能 是可以直接互換 這是我們動能的定義 就是這樣 所以當你看到一個速度 假設我現在看到一個速度 這個物體 這個物體 質量是m 速度是v 向上 速度向上 好了 請一下 請一下 他可以飛躲到 他可以飛躲到 好高 他可以飛躲到 怎麼算 溫知道他的質量是m 他向上 上去的耐上 離開我手耐上的速度是v 他可以飛躲到 m 他可以飛躲到 m 跟G 跟G有關嗎 他要減掉G 他要減掉 從上往下的加速度 你這時候可以想像一下 這時候是從 胃能 從動能轉換成胃能 直能互換的原理來講的話 是胃能 這邊 胃能比較低 給它動能比較高 這邊動能全部轉換成胃能 所以到這邊動能是多少 動能是0 對不對 可是他所有的能量 全部轉換成胃能 所以是不是 假設這個高度H 所以是m g h 會等於什麼 等於他原來的動能 他原來動能是多少 2分之1m1平方 2分之1m1平方 對不對 好 m跟m約掉 所以 所以h等於什麼 h等於 h等於 2分之1m1平方 除以h 除以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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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g過去 對不對 所以我當你知道速度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他可以飛過我高 然後就可以算出來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哪裡奇怪 這樣有點 有點什麼 哪裡奇怪 哪裡奇怪 想一下哪裡奇怪 好 什麼 這是第三個單元公跟的什麼意思 沒關係 有攝影也可以看鏡子 我覺得 那個結果 怎麼樣 我可以這樣一直推推推推 不知道我在這幹嘛 這個 嗯 我覺得我好像就是在 把代號給帶進去 然後到時候就變成一個 MGX等於2分之1 MGD嗎 對 好 這個代表什麼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什麼 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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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能是這個對不對 因為它有距離的關係 什麼叫衛能 它的垂直高度 衛能是跟它位置的關係 因為我們位置改變的時候 它的能量跟著改變 所以衛能是跟著鬼高度的關係 對不對 衛能跟動能 那是什麼東西 不一樣的能量 衛能是因為位置的改變 而產生的能量 而產生的能量 然後動能 動能是因為有運動 運動 運動動 我在運動過程 我在運動的時候 我具有一個能量 所以當我鏡子的時候 請問我動能 沒有 所以我一定要速度它的動能 對 對不對 我一定要速度它的動能 我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 你看喔 這個分比喔 向上到向下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加速度 有 有 有沒有加速度 有 有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動能 有 哪個地方沒有動能 最上面 最上面沒有動能 所以 有加速度 代表有動能 對不對 欸 不對 對 好 我知道了 那就是動能 動能 動能 它未能的轉換 對不對 好 那假如問題 這個石頭 從一個高度 H的地方摸下來 從一個高度的地方摸下來 它摸到二分之一 高度的時候 需要速度是多少 速度 速度 那幹嘛 速度是多少 2分之1 MGH 速度是多少 速度 那幹嘛 速度是多少 速度嗎 對 速度是距離層上 那個 距離層上 不是 對 對吧 速度等 A B等AT AT 在這裡 GT 我從這邊摸了一半的高度 GT 什麼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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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是2MVH 所以他這邊動能應該是多少 1MV 先不要急 就直接寫2MV的地方 2MV 是不是2MV的地方 因為我要求V 我知道V多少 我知道V多少 我要求V 可是我知道他所有的位能總會成動能 對不對 所以可以開始注意了 所以就不太懂 v等於2分之1mgh等於 mgh等於2分之1mv平方 可是2分之1mgh等於2分之1mv平方 停 這邊講的是所有h轉換成的速度 我這邊的題目是告訴你 我們落到2分之1的地方 情況的問題是落到 不是 我的意思說你左邊變一半 就出2分之1mv平方 右邊不是應該有3分之1mv嗎 你不能直接這樣套 你不能直接這樣套 你要想說假設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假設我在2分之1mv的位置 速度為v 這個假設沒有比吧 假設在這一點的速度是v 可以吧 可以啊 好 請問一下 我的位能是多少 我得到的位能是多少 我得到的位能是多少 我得到我這邊 從這個位能到這邊 我的位能是多少 2分之1h 是不是 理論上是mv乘上h 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個h只有一半 2分之1mvh 是不是 對 我們用 2分之1h 但是我們的h只有2分之1 就是2分之1mvh 有問題 我弱了一個h高度 我不管弱了多少h高度 我所得到的位能 我所有的位能 這個2分之1 都是mvh 可是因為這個h 就等於2分之1大h 所以我的位呢 就是2分之1mvh 是2分之1mvh 智傑你有在聽嗎 有問題 怎麼樣 反正是覺得 我從我找一些 那個 前進來可見的東西 會比較容易得到 這樣子 OK 我現在所得到的能量 是來自這個高度 是小h mvh 可是我這個小h 剛好講2分之1大h 所以這時候我的能量 是2分之1mvh 那我的動能是什麼 我在這上下的動能是什麼 動能 我假設我的速度是b 我假設我的速度是b 所以我們也知道 我的動能就是2分之1mvh 是不是 mvh 2分之1mvh 對 對吧 那我這個動能 哪個哪個平方 都什麼叫平方 我們前面不是算過了 我說的能量轉換成 最後那下的能量 就是 就會得到他在平方 幫我問 那個 mvh 那個g 我不知道什麼來的 g是重力 重力加一度 可是它是微能 因為 因為 因為它在這邊的 力量是m 它的力量是mg m是質量 m是質量 加上重力加一度 才會變成重力 你 你 你 好 我們公的定義是什麼 公的定義是什麼 是不是f5 乘上l 或乘上h 或乘上b 乘上s都可以 反彈一個距離 這是f 什麼是f 力 力 所以一個物質 在空中 假設它質量是m的話 它距離地面一個高度 h 它從h落下來到地面 空到地面 它能釋放出來的功能多大 是不是重力對它施的力 做的功 對 重力量是 對 那重力是多少 g 重力不是g 重力是mg mg 對不對 重力是mg 重力是mg 重力不是m m是什麼 質量 對吧 牛頓定義重力不是m m m是什麼 質量 m A 你一定要有加速度 才會有得到一個力量 你有力量就一定有加速度 所以你光拿一個質量 質量不等力量 質量不等力量 所以mg mg 可是重力對它作用的多少距離 mg 所以在這邊它所具有的能量是多少 mg H 這麼低 沒有 沒有 假設OK嗎 好 那我們剛才算了 假如我從這邊落到地面前 碰到地面那裡剎那 它所得到的速度是多少 是不是g 那我們可以從這換算 mg h 就會等於2分之1 mv 平方 這個推導 我們剛推導功能平方 所以就是說 我這個能量在落地前臺上 我全部重複是動能的 這動能代表就是 這時候的速度 的平方 乘上它的質量 再乘上2分之1 它的重力乘上高度 對它會不會 對啊 好 好了 那我們 我來看這一點 我過了這個2分之1高度 所以我的貴能是mg 是那2分之1 對不對 可是我的動能呢 我假設我的速度是v 我的動能是2分之1 我的能量全部轉換成動能 所以這兩個都要相等 所以是2分之1mg 大h 會等於2分之1m 大v平方 是不是 那我們再約 所以v等於什麼 v等於更換gh 更換gh 就這個題目來講 這個樣子 對 好 那如果它區後 如果落到這一點 要碰到地面之前 它的速度會是多少 碰到地面前 速度是多少 碰到地面前 速度是多少 1是高能 對 但是你的能量不變 你的位能改變 你的位能不是2分之1mgh 位能是多少 mgh 是mgh 所以 你的2分之1m v等於平方 會等於什麼 mgh m約掉 所以 對不起 2沒有約掉 m約掉 所以v等於什麼 是不是 根號 25gh 2分之1 帶過去會變成 會變2 有問題 沒有 所以 你知道這個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這是胃冷 胃冷 在這邊 它轉換很動 就是胃冷轉換 胃冷轉換很動 胃冷轉換很動 OK 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 在這一點的速度是多少 這一點跟這一點的速度差 差多少 差幾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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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差更好2倍 對啊 那一點和那一點 這一點的速度是多少 更好GH 這一點的速度多少 更好2GH 更好2倍 對 是更好2倍吧 有 還想要比上面多一個 要多一層 就更好2 好 OK OK 我們來出個有點的螢幕好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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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像半眼的 我 我要畫成這樣 連那個 雞點字 能半眼都很難 不會啦 那你先來賭一下吧 你猜誰會拿到 應該說只有你 這是R 這樣就是半音 半音是R 半音是R 那我一個球從這邊滾下來 我這個球裡面是光滑的平面 是沒有摩擦力的平面 所以基本上它不會消耗能量 沒有消耗能量的話 你對我這球如果放開 它滾到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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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滾到這裡來 對不對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它應該會這樣 會怎麼樣 不會出去 不會出去 它為什麼出去 因為它沒有摩擦力的話 它的率不是一樣嗎 因為一樣 對 我沒有讓它出去 我是從 碗裡面放 所以它已經在碗子這邊 它不會出去 我會退一下 對 我會退一下 我如果沒有退一下的時候 它是從這邊滾到那邊去 OK 然後沒有摩擦力嗎 沒有摩擦力 然後 那我 球 這一點的速度 是多少 最後一點 在底下 底下 最後就是頂 不會是頂 為什麼是頂 沒有摩擦力 沒有摩擦力 所以它不會挺 它不會挺 沒有摩擦力不會挺 這麼厲害 如果沒有摩擦力的話 它在下面的時候 前提是沒有摩擦力 它在上面的時候 它具有胃能 對 它下來的時候 胃能就沒了 然後它把它轉換成洞門 對 然後洞門就讓它衝上去 然後再把洞門變胃 對 然後接下來就變 轉換 變胃 這樣好 然後會止痛 對 對 所以我 沒有來 數字 什麼 不用再比數字 呃 冰冰醒來了 對 其實我給你的數字都夠了 我只有給你半斤 等一下嘛 我想一下 球 球在碗底下的這一點的速度是多少 數字 速度 速度啦 所以我們只要給出一個符號就好 對 給符號 什麼什麼R什麼那些對不對 對對對 三連一四 沒有 對 對 我們說 假如你不在手跳過有點辣的話 什麼 你在球上塗辣 球上塗辣 然後 會亮 摩擦會增加 摩擦會增加 現在塗辣 這樣 球的質量多少 你可以假設是M 但是這樣不需要嗎 我沒有寫就是不需要 但你可以假設 你可以假設 你要計算不然當然可以假設 那是你在選擇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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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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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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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M M M 問你誰MGH 動能是MDNB平方嗎 M B 那個V V在這裡 私下複雜 你先把褲子開去 然後把褲子開去 把褲子開去 我說這褲子要對我 我剛剛睡醒 我剛剛睡醒了 我都沒用在前部 他下來的時候 他沒有胃能 他不動能 所以他全部變動能 全部變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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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摩擦力 他沒有摩擦力 然後經過他沒有摩擦力 他沒有摩擦力 怎樣 2分G按G平方 B 2分GG平方 然後 你把它擦掉了 2分G 3分G平方 G是 那個嗎 欸 就是D 那叫什麼 DG平方 達克度 成語 D D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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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是時間 時間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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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不在這裡啊 一個碗 然後這邊一個珠子從上面滾下去 從上面滾下來 假如它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之下 它一直滾 一直滾都不會停 好 那在碗底下的時候數是多少 數數 不會停 不會停 它就把位能變動了 對啊 最大 對啊 你就說對了 你都說對了 二分之一MGR 二分之一MGR 等一下 MGR是 MGR是它的位能 MGR是它的位能 然後咧 唉唷 有G對不對 什麼 什麼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這跟這一點有什麼不一樣呢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不要等一下 這跟這一點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啊 下禮拜再說 等一下 MGR MGR會等於 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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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它怎麼樣 2MG 對 跟它2MG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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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被招到旁邊停 因為這樣後才有機會 這是BL 不是 有R嗎 有R有R有 有M嗎 等一下 人家不能這樣 我沒有給你的 這不會出現 所以 這是BL 對 沒有B 沒有B 怎麼可能 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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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